哈喽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回来 见过开心吗 自从最近国内放宽了防疫政策以来 我的朋友圈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的小洋人官宣 分享自己得新冠的体验以及康复的过程 我以为放宽了防疫政策大家就会开开心心的该干嘛干嘛了嘛 但是其实我发现还是有一些朋友蛮担心的 甚至对新冠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恐惧 所以作为一个在已经放弃抗疫的国家生活的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看法 希望大家可以对新冠病毒更加的放宽心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新西兰从2021年末就开始逐步放宽了防疫政策 到今年2月逐步开放边境到9月完全开放边境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生活 目前新西兰政府已经保留了两条针对新冠的政策 一个是出入医疗场所 比如说像医院啊 诊所啊 你需要佩戴口罩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不信羊了的话 你需要自己在家隔离7天 但后面这条政策基本上在新西兰就是形同虚设 因为现在在新西兰大家出现症状之后 都是用快速检测盒在家自己检测 你可以选择不检测 你也可以选择检测了不上报 即使你测了阳了上报了 你在家这7天隔离也完全靠你自己的自觉 没有人会过来查你说是不是真的在家呆着并且呆了7天 而且即使你真的在家呆了7天 你的家人是不用参与隔离的 也就是说你的家人只要他们还没有测出阳性 他们可以在家近距离接触你 然后再出去近距离接触别人 并且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我现在在录这个视频的时间点 新西兰官方记录在暗的差不多有202个新冠案例 这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有的人多次感染 但是由于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绝大部分的阳性案例都是靠自己检测 自觉上报 所以我个人认为真实的阳性案例应该远远的高于202万 大家看这个快速检测盒的准确率 如果你本身没有阳 那么问题不大 基本上不会假阳 但是小阳人们只有一半不到的会被快速检测盒给检测出来 所以到底在新西兰多少人阳了 大家懂的 我为什么还没有阳 因为我自带无敌情形啊 开玩笑了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快速检测盒的准确率其实并不高 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已经阳过了 但是快速检测盒并没有检测出来 因为之前我对象他阳了 然后在他阳之前的两三天 我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 就是有点鼻塞 然后晚上睡觉 倒汗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吧 并且我做了检测 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但我觉得那次即使我是真的阳了 没有被检测出来 我也还是蛮幸运的 我当时的症状简直比花粉过敏还要轻 好 言归症状为什么我没有阳 首先我觉得是因为我有按规定去打疫苗 我打了三针疫苗 我知道有的朋友对疫苗这个东西可能是持保留态度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有用的 我在打第二针的时候就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 第三针我更是休息了四天才会去上班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的免疫系统在针对这个病毒起一些作用嘛 至于很多人直到今天都对这个疫苗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就新线而言12岁以上的人已经有90%都打过疫苗了 所以我并不会太担心说这个疫苗有什么问题 再有就是我会尽量减少出门 如果是去到一些室内的公共场所 比如说像超市之类的 即使是现在我都会有戴上口罩 当然我说是尽量减少出门 对出门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整天让我闷在家里 我会觉得心里很烦 我觉得对心理健康也不大好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找到那个平衡吧 在你自己对社交生活的需求和你对这个病毒的恐惧中 你要找到那一个平衡 就以我自己为例子 我基本上上班现在就是在家了 我不去办公室也不太参加公司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但是像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我还是决定去一趟办公室 因为同事经理就老跟我说 我好久没有去办公室了 就确实我们也很久没有见了 然后我有的时候周六会跟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 然后等天气好了会会约朋友一起去登山徒步之类的 就我觉得需要有一些社交生活 但是你也不要一天到晚往人多的地方跑 然后保持运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很重要 虽然大家看到我胖 但其实我之前有保持一周游三次泳这样子 后来由于泳池水可能氯含量太高 导致我的皮肤太干 我就放弃游泳之后也有保持每天散步 然后每个一两周打个羽毛球这样子 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养过 但是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Omicron这波感染上了 有的甚至养了两次 就我自己看到的来说的话 情况就十分阴隆而已 有的人可能两三天就好了 有的人可能要恢复一整个星期 像头疼啊嗓子痛啊鼻塞流涕浑身乏力这些症状 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有这个有的人没那个 但我发现有个共同点就是 基本上养了的人都会发烧 不管是低烧高烧总之会发烧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应该是没有养过的 因为我那次出现感冒症状的时候 我的体温一直还蛮正常的 然后养了的朋友 一般就是靠普洛西通和布罗芬来缓解他们不舒服的那些症状 当然现在新西兰有进口的新冠特效药 不过具体怎么申请我还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过就我知道的几乎所有人就是靠着普洛西通和布罗芬就最多一周也扛过去了 但是你要切记切记的是在新冠期间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运动一定要好好休息 这个很关键 至于传闻中的后遗症呢 我在网上是看到有一些数据说有多少比例的人在得了新冠之后会有这样那样的后遗症 但是就我身边的人来说得过新冠的人我只知道一个是有这些后遗症症状的 其他的都是转阴之后很快就完全康复完全好了 就这个得后遗症的朋友我个人怀疑了但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我觉得是不是跟他在新冠期间做了一次hit有关系 所以我刚刚说就是新冠期间好好休息不要做运动这个很关键 不过我还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得了后遗症的朋友呢 他也去医院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 他的身体器官方面是没有任何损害的查下来 然后根据医生的反馈和我们自己的猜测吧 就他可能有一点自律神经失调 再加上因为这个症状他可能精神压力有点大 不过就没有关系这些都没有生命危险 慢慢休养的话都是可以康复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可以给到正在国内经历疫情高峰的小伙伴一些帮助 不知道大家在日益宽松的防疫政策下是怎么做到更好的自我防护的呢 那如果你养了得了新冠你又有怎样的感受 然后是怎么康复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到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拜拜